菲亚达航天系列太空漫步返回仓款 为什么说是航天系列 往下看就知道了 表盘刻度为什么画的密密码码 很有长又短 这是沿用了菲亚达载人航天任务表的设计 长短刻度根据机型频率划定 能够保障航天员快速精准兑时 那这个表权为什么还能赚呢 这些远点刻度是干嘛用的 这是7加1小时任务预警刻度 航天员的极限出舱时间是7到8个小时 一个刻度代表1小时 时刻提醒航天员出舱时间保障安全 这也是中国航天表的特色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啥用呢 动动你的小脑瓜 这不刚好就是个计时器吗 任何时候把表圈拧到对应指针 就能随时开始计时 再看表盘6点钟位置 是神13返回舱着陆后的造型 底盖尘镌刻太空漫步的场景 也是菲亚达航天表 从神七到现在的每一次见证太空漫步的缩影 地球 飞船 航天员同框 浪漫且意义非凡 还有运载火箭造型的指针 从内而外都继承了中国航天任务用表的DNA 今年 菲亚达航天表继续伴随神舟14号航天员一起 前往太空执行任务 再次见证在任航天的新征程 你们说 咱们是不是得一起支持一下